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决战2020来到了倒数66天 韩国瑜今天被踢爆 2011年的时候 他大手笔定了号称 南港第一的豪宅 总价7200万 买房子的关键外传 就是他的太太李嘉芬 组了一个贵妇的购屋团 不过大家都很好奇 当时这个2011年的时候 韩国瑜是没头脑 他是失业的状态 哪来的钱来买房子呢 韩国瑜打着这个庶民形象 结果自己去买豪宅 真的好讽刺 另外韩国瑜老是喊出 要驻外使馆来帮忙推销农产品 好 结果现在搞的外交官 人人都很担心啦 跟外交部长吴钊燮来反映 今天还乐哦 以后的工作会不会就变成 卖水果了呢 好 另外传出这个国民党 不分区的名单摆不平 有人私下透露哦 如果吴敦毅坚持 要把自己列进不分区 很有可能会有超过30位的中常委 出面来串联反对 好 这是不是等同于逼宫呢 好 另外呢 再来看到的是绿营的部分 蔡英文最近是强打正鸡牌 她要提出这个生育的政策 希望年轻人敢结婚 敢生又敢养 那国家就会一起来养 那还跟这个网红蔡阿嘎 合拍影片 冲出了非常高的点阅率 好 但是这个点阅率 能不能转换成实质的选票呢 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 余梅梅 吴奇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左手边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孟奇好 观众朋友夏武安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 社民党创党召集人 范云 范老师 孟奇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最后一位是新北市立委参选人张明佑 请大家平安 好 我们要马上来看一下 今天周刊大篇幅的踢爆 韩国瑜在2011年的时候 他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定下了号称南港第一的豪宅 好 这个豪宅的总价高达7200万 好 大家爆出来就才知道 原来韩家的口袋这么深 好 是不是主打这个庶民的形象 彻底幻灭了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报道 中庭喷水池搭配森林亭源 坐落在台北市南港 圆明无双的日升月痕建案 由台北公司推出 由于地段精华 受到不少镇商名流喜爱 现在却传出标榜庶民的韩国瑜夫妇 也买了一户 根据了解 韩国瑜太太李嘉帆在2011年 韩国瑜失业期间 和现任高雄市观光局主命高美兰 还有养德福伦社前社长曹齐年 组成贵妇购物团 以韩国瑜名义花7200多万 购入包含两车位 90几平的预售屋 2013年韩国瑜出任北农总经理 隔年底决定在交屋前抛售 并在2015年年初脱手 但检视两夫妻财产申报 包含活期存款 有价证券 还有云林谷坑的不动产 就是没看到这栋豪宅 而且自称庶民的韩国瑜 当时明明没工作 购物的钱又从哪里来 已经被戳破的假神话 可是还不断的乐此不疲 太太是贵妇 先生是庶民 这可能是一个庶民的家庭吗 你们明明是贵族 却假装是庶民 然后来掀起阶级战争 韩国瑜夫妇 他们本来是有意要到台北来发展 来发展他们的事业 所以一开始是在内湖贷款购物 就先处分掉了内湖的房产 然后再贷款在这个南港 购买这个预售屋 考量到说这个压力的部分 所以后来就最后是只好 再赔本售出 韩曼强调当年韩国瑜夫妇 是贷款购物 因为贷款负担重 才在交付前脱手 也否认所谓贵妇团说法 庶民就是所谓平民的意思 那就是说是没有特权的人 而且庶民呢 其实也是可以有 买卖房产的这个权利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贵妇团的这个形容词 或者是有什么加入贵妇团 是从来没有听过 以无双在2011年 已经是预售屋的末段 已经要完成 所以预缴 如果才分期付款的方式的话 应该已经缴出2000万的现金 号称失业在家 你的每个月30万怎么缴的 钱的来源是什么 你的2000万自备款的来源是什么 当时这个李嘉芬的身份 是不是公职人员 要不要财产申报 先是云林萌社 这次是南港豪宅 自称庶民却履报房产争议 韩国瑜夫妇若没有解释清楚 只怕很难以庶民形象 说服选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序表 韩国瑜在2011年的时候 大手笔的定下 7200万的这个南港的豪宅 好这时候的韩国瑜已经失业十多年 竟然这么有栽调来买房 好另外这个庶民 应该都大开眼界的是 2013年韩国瑜呢 他出任北农的总经理 隔年他就开始急着想要脱手来卖房子 好这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好最后呢韩国瑜是在2015年初的时候 把这个豪宅卖掉了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瑞德哥啦 怎么看这位自称是庶民的总统候选人 当然那么庶民总统啊 到后来一定会切割是 他要选总统支持的人是庶民 就是说他不是庶民 我记得好像之前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嘛 那么事实上这也戳破了一个谎言啊 什么谎言呢 他怎么会是庶民呢 不要只会讲人家 这个民进党的人 什么白白胖胖 说自己这个黑黑瘦瘦的啊 那么有钱不是罪恶 那么投资房地产也不是罪恶 何庭欢今天说的没有错啊 平民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投资房地产 这是对的啊 只是说 那么你把自己包装成 一碗卤肉饭 一罐矿泉水 那么还有这些支持韩国瑜 长期的这些韩粉们呢 那么把别人的这个阵营呢 打成所谓的1450 从今天开始 也是我们可以讲7200了吗 7200是这一栋在这个台北市 南港的第一豪宅的售价 7200不是最贵 他们三个三个闺蜜啊 去看房子的时候 听说这个房子还是最便宜的呢 那么7200呢是他的总价 那么90多平 两个停车位扣掉以后 室内大概是70几平这样子 所以呢总价是7200 各位 庶民要跟我 至少跟我一样 我自己本身买了一个房子 三峡北大特区 一千多万 但是我贷款一千万啊 我没钱啊 我贷款一千万 现在的利率还比较低一点啊 之前快要缴到 一个要五万 现在四万多嘛 庶民要跟你跟我一样 我们有没有背房贷 有没有背车贷 我们是不是很辛苦 在赚钱等等啊 而且我们没有豪宅 没有名车 这才叫庶民嘛 那如果按照何庭欢的这个标准啊 他说庶民就是指平民 这一点是对的 但他后面说 是指没有特权的人 如果没有特权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何庭欢的说法是对的话 那郭台铭也是庶民啊 他有特权吗 人家郭台铭要住哪里 那人家的事情对吧 他的钱是靠自己赚的嘛 鸿海这几天 起到90块钱了 郭台铭听说账面 已经增加250亿了 他有用特权去赚这250亿吗 那如果按照何庭欢的标准 那为什么当时 这个李嘉峰在相关的骨坑 那个又自己会变胖又变高的 那个豪华维建农舍 在这边的时候 李嘉峰要讲的一句话说 他们不像有些候选人啊 那么比不上他们的万分之一的豪宅 不是这样讲吗 这不是他你讲的吗 为什么 你在说白人的时候 一大一凛然 在说什么 权贵跟庶民之争 韩国瑜说 什么国民党的什么权贵 我们密室文化 你把别人都打成权贵 拿自己是庶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7200万的豪宅啊 在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们的心目中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啊 但是对我来说 我告诉你 一直说我死 我都做不起 我直接跟你讲啦 除非我中大乐透 就是这样 所以呢 除非我中大乐透啊 除非你们中大乐透啊 你们住得起吗 住不起 好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其实他 我像目前看起来 我们没有在讨论 违不违法的问题 因为你要探钱 他本来就能去探钱 你要中大乐透 他要去打七英 也能到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你把自己包装成庶民嘛 去年去高雄怎么说的 一碗卤肉饭 一罐矿泉水 不好意思啊 稍微用数字捏一下 七千两百万的豪宅 刚才好 一百四十万碗的卤肉饭 四百八十万碗的 这个是这样 很简单 这就是概念 你要去跟人 用阶级化 用阶级斗争的那一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老百姓的感觉也是这样 当然你的韩粉感觉不会这样 我尊重你啊 所以我说的是 感觉的问题 不过我有点 比较疑惑的地方 何庭欢说 他们是本来要北上发展 所以去买了 贷款买了内湖的房子 后来因为太小 三个孩子嘛 包括韩冰他们嘛 所以呢 太小了 就除无分掉内湖的房子 合理啊 把内湖的房子卖掉 但是因为你有贷款嘛 扣掉贷款 事实上 你应该所剩没多少嘛 然后呢 可能是不是用这笔钱 来缴这个 所谓南港第一豪宅 台肥他们所兴建的 这个无双社区啊 在偷七块 第一笔好像缴了六百多万嘛 然后呢 紧接而来就是 隆重原价七千两百多 我不知道他后来 总共缴了多少了 应该有超过两三千万以上吧 有一个问题是 大家比较不懂的 就是数学跟历史 为什么呢 他们在之前 更早之前 买了这个所谓的 古坑豪华为建农财 然后呢 这是之前的事 如果我没说 可是啊 当时韩国瑜没钱 我去查过当时韩国瑜所有的资料 韩国瑜没钱啊 身上 其实他身上常常 他老婆也说 这个人重情义 所以跟人去请客干什么 都自己出钱干什么嘛 身上没有钱 而且再加上 大部分都是太太在理财 那位不善理财的太太啊 那事实上呢 他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他做三百分年官议员 2010年 他卸任了 也就是他没有议员的收入 那么 2011年 才买入这个豪宅 在买入这个豪宅的同时 他们两个 他跟李嘉芬不是议员 不是云林县议员 韩国瑜没有收入 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个人认为非常的钦佩 你知道吗 那 这个私人的财产买卖 本来是你个人的自由 何庭还没有讲错 但问题是有一件事情啊 你必须把那个细节讲得清清楚 因为你要选的是 代表中国国民 都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要说清楚啊 事实上韩国瑜也没有说清楚 他在 舞厅还是酒店 还是酒家 过去在应酬的时候 酒店包厢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自己所说的 花天酒地 忘了心的方向 大家也没有交代啊 你可以不要交代 但是如果你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就要交代 钱 哪里来 如果你解释得清楚 事实上大家也都还好嘛 对不对 他今天选择的是 媒体问他 他是选择回答两个字叫谢谢嘛 不是这样吗 所以呢 事实上 各位还不要忘记一件事啊 我们现在跟他说的 云林股坑豪宅啦 去讲到 这个算是 你说的内湖卖掉房子 我很好奇耶 因为其实第一个 在媒体里面讲出 这个南港这个房子的人 是被他告的陈东豪 陈东豪 他们的讯息来源 还有一栋房子 在板桥 但不知道是不是 卖了板桥的房子 去买内湖的房子 卖了内湖的房子 去买南港的房子 这个我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 一百公有情愁 其实我觉得一百公有情愁 那以事重疑 大家就好了 最后 以最后一个 也是花钱的事情 做一个了结啊 你不要忘记了 除了这个房子的事情之外 李嘉峰曾经出事 他们买了32档保单耶 一年最多 他自己说 缴了60万的保费啊 那个单子 那个压力 那个钱 那个压在身上的感觉 真的是 令人非常的佩服啊 因为我们这辈子 我相信包括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都没这个债调 债这么庞大的 这个32档保单 然后跟7200万的 这个豪华南港第一豪宅 的这个压力之下呢 你做这么勇敢的投资啊 个人非常的佩服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今天这篇报道 其实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 两个失业的夫妻 如何经营起 这么大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置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 好 韩式夫妻党这块的庶民 真的让人很贵心的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韩版的发言人 就是刚才瑞德哥所说的 何庭欢说 庶民就是平民 好 有买卖这个房产的权利 而且还说最后 韩国瑜他们是赔本售出 好 今天民进党的立委 就直接炮轰啦 这是假庶民现行计 我们来请教一下名义啦 您怎么看 我想庶民啊 可以说 有人出生是庶民 但到最后变成贵族 也有人出生是贵族 结果被贬为庶民 我觉得不是身份的问题 我认为是 那韩国瑜现在算是贵族吗 我认为是一种身份 跟一种生活形态的 心理层面的问题 如果你看待别人的角度 跟你自己 让你自己生活角度 让别人觉得 你这个人是滑而不实 或者是你很彰显你的物欲 那可以把他认为这是贵族 所以我当然这样讲 过去我们在检验蔡英文的时候 我也常在讲 不要让蔡英文 有没有钱来检验他 因为他出生就是贵族 没有办法 就像有人在批评 连圣文 我说他出生就姓连 有人在批评 蒋家 我说他出生就姓蒋 不要用出生来去批评人家 要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他富了 他贵了 这个富贵的来源是什么 合不合法 合不合情 合不合理 所以大家现在讨论这东西 我认为 刚才瑞德 刚才第一句话 就讲到我要讲的话 就是说 他用功的做了功课 说真的 如果瑞德可以一枪命中的话 不是坏事 讲清楚 可是刚才看到 我们的王定宇 王议员 他就开始在打模糊战了 李嘉芬是议员 那他也没有申报 Google 30秒就知道 他也没有申报 他是1998到2010年 在当年议员 2010年卸任了 2月份就卸任了 那今天在2011年购买 2013年出售 这样的问题还要讨论吗 他就故意在媒体上面去讲 那李嘉芬 那大家去追 李嘉芬 你有沒有申报 我认为 本来这是一个 应该被检验 而应该清楚说明的议题 但是如果照王定宇 这种方式下去 去检验的话 又回到原点了 信者和信 不信者和不信 一定是这种状况 蔡英文在我们新北市 要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我们检验他 我检验什么 他买了两栋豪宅 没有来住 这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说了 如果他买了房子 没去住 这叫幽灵人口 所以我在检验的是 在法律上面的层次 跟选举的过程中 你不能因为要选举 去设户籍 你要有居住事实 好 就算你设户籍也没关系 那我如果只要 像这种逻辑来讲 我能不能问说 哇 你太厉害了吧 人家还借房子设户籍 你是买房子设户籍 住都不用住 所以我认为 这样东西会失焦 楼会歪 我赞同 刚才瑞德刚才 检验这些东西 说要讲清楚 这每个月 你的保单多少钱 你的支出多少钱 这很简单 你的量入为出 入哪里来出 怎么去 我想这可以讲清楚 至于一些细节 抱歉 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资料 我想明明应该很清楚 我们聊过 我对房地产不敢说专家 但是我真的蛮有经验的 因为我有国家人 机器人执照 我都常在讲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因为你在异动表里面 可以看出来说的脉络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他登记了没有 如果是为登记之前 就出售了 那个在专业术影里面 叫转单 那我个人认为 那是一种投资行为 就是说我预售先买 预售讲的便宜 我预售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到那个时候 已经缴了三千万 这个大概不太了解 因为什么样 都是在交屋的最后一款 银行会拨款 那个贷款额度 不见得是七成 因为他有的贷款 他可能贷到八成 是八成五 连装贷 我现在讲的 不是这么专业的东西 我要讲的是 如果他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去购屋 然后他发现到 他要交屋了 我开始有经济压力 我开始贷款压力的时候 我把它出售 我们现在所在地 林口 就在我们明市这附近 各位知道 一栋超级大豪宅 那没有赔个八百一千 脱不了手的 现在你想赔八百一千 还脱不了手 可是有人呢 房子还没盖好 已经赚了一千万了 他就转单了 这个在房地产里面 常常有 比比皆是 可是今天你要选大卫的人 一定被检验 不要说今天周刊检验的 任何一个想选举人 都拿出来检验 那就必须把量路为出 从何而来 往哪儿去 如果没有登记 就不叫他购买 那叫预订 我订购单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契约上面 一定是购买人的名字 登记实物 不见得登记 是韩国瑜 假如说我今天是 李嘉芬 假设假设 我没有没看过东西 或者假设说 今天是我太太 去订了一个房子 他签了这个 这个叫湿器 开始在缴 这个工程款这些 可是他登记的时候 可能登记给我 可能是我的名字去登记 但实物上是可以的 所以是不是登记在 李嘉芬名下了 或者是韩国瑜名下 如果登记下去了 表示他购买了这个房子 经过转售他赔钱 可是看起来 今天媒体里面 有各种说法 我听起来好像他没有登记 他是在交屋之前 就把他卖掉了 而且是赔售 如果是这个状况 那也没有装潢费用 也没有税务的问题等等 如果他是已经登记完成了 你还可以去问他 那你有没有装潢 如果你没装潢 你是空屋赔售 还是装潢以后 你赔的是装潢费用 这都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讲 所以我认为 大家具体来讨论 不要用情绪 但是更不要像 王定云委员这样子 用模糊焦点的方式 30秒钟 Google就可以知道答案 你故意要讲说 李嘉芬是名义代表 他有没有申报 一副他们就是不诚实 就要去行错 这夫妻长都是说谎 我觉得这样不道德 好 现在大家真的很好奇 这个7200万的豪宅 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南港重化去的 这个豪宅 其实这种豪宅 是大有来头的 当年被封为 是南港第一的豪宅 还创下了三天 就完销的记录 好 我们在请教 这个美美姐细节之前 我们有团队要带大家来看 到底这个韩家 曾经住过的豪宅 有多气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影片 咖啡色外观低调不实气派 豪宅社区就住立在南港重化园区 除了韩国瑜夫妻两 曾买下其中一户 里头住户许多都是政商名流 演艺圈名人 优太飞公司在2011年 推出的豪宅建案 当时一度被封为是南港第一豪宅 还创下了三天玩销记录 但后续陆续爆发了广告不实 品质不良等争议 也让豪宅的身价一气暴跌 这栋号称南港第一豪宅 是由台肥所兴建的 一楼有大面积花园广场 豪宅建案占地2500多坪 一共136户 每户70到170坪 当年预售物阶段 每坪单价九字头起跳 吸引不少政商名流 除了韩国瑜夫妻两 前立委蔡正元 艺人黄国伦夫妻党许杰辉 知名造型师王立仁 还有金曲歌后彭家会都是住户 但交务后陆续爆发争议 原先广告主打1500坪 世外花园 实际上连500坪都不到 还传出二次施工为鉴 漏水瑕疵 让住户提起诉讼 也让豪宅蒙上阴影 时间拖越久 然后就是赔越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才会导致说住户 有听说想要串联起来说 那就去告建商 看能不能就是 不付任何违约金的情况之下 完美退场 当初豪宅就盖在房市高点 随着奢侈税上路 房价一路下修 也让豪宅身价走跌 2017年至今 一共16户急着脱手 每户都赔上千万 其中17楼203平房型 原先入手1.64亿 最后以1.27亿卖出 一口气惨赔3700万 韩国瑜夫妻俩 选在2014年交务前就转手 小赔200万相对幸运 如今豪宅从抢手货 沦为赔售地雷 也让不少屋主被套牢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美美姐 韩国瑜夫妻党之前曾经购买 这个南港第一的豪宅 我们刚才也看新闻报道 说这里住了很多政商名流 所以韩家财力 真的是不容大家小觑 我先讲 就是说 刚刚民意议员说 他认为庶民贵族 那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或者说 你身佛太阳的一种呈现 那你的定义是这样子 可今天大家计较的 或者说大家在意的 不在于说 你如果做这个苦学 白手起家 我们都觉得很好 问题是 韩国瑜多少时候 用庶民两个字 在做阶级斗争 我不客气地讲 当他骂民进党 白白胖胖的时候 他不在隐射吗 隐射你们这些人就是 对吃香的喝辣的 拿到天下了以后 吃得胖胖 穿得漂亮漂亮 丹丹丹丹丹丹丹 不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你用好像 你是庶民 你是 莫忘世上苦人多的代言人 你在挑起积极斗争 积极仇恨不是吗 可是 他真的是庶民嘛 今天大家赫然发现 这个庶民 好棒棒好了不起啊 我说给大家听 只有农舍吗 不要忘记 他住的是比佛利山 别墅不是吗 好 别墅农舍 现在再来一栋 7200万 那个农舍只是小菜一碟 那是小菜一碟嘛 7200万这个 更让我们就看为关系 好 拍案惊奇啊 为什么 2000年11年购入 那个时候 韩氏夫妻 对不起 李嘉芬女士 已经卸任议员 没有收入啊 那韩国瑜先生 失业啊 那刚刚讲很好啊 钱从哪里来 你又往何处去 这是我们要问的嘛 这几个一点 第一个一点 如果说7200万的房子 我不管说是贷款两层 我就说你自备款 两层或三层 他总好有一两千万吧 你一两千万 两个失业的人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而且不是只有自备款而已 每个月 大家已经试算过了 如果说你有自备款 我帮你算到三成哦 你贷款5000万 大家已经算了 本利盒每个月要30万呢 你有办法 两个失业人敢去买这个房子 我说要2000万的自备款 我每个月要负担30万 你觉得正常人 一般人可能这样做吗 这非常可疑 再来卖了之后 请问钱往何出去 你有申报吗 你总该申报了吧 因为韩国瑜先生 2018年悬上工资 我不晓得这笔钱 有没有进去 这个也是我们要问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购物的时机点 还有出脱的时机点 又非常的奇怪 刚开始他的闺蜜说什么 他的闺蜜说 因为呢 韩国瑜那时候是要北上 他要当总经理了 他需要有个妻生的地方 然后呢 所以这个2014年买了 那2016年呢 这个呢 后来民进党盯上他 北农总经理了 他觉得这样不好 说要出手了 好 出脱了 好 告诉各位 他是2011年买 北农总经理是2013年才当的 所以这跟北农总经理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韩国瑜还没北上吧 好 你出脱的时候是几年 2015年 对不对 好 民进党盯上他是2016年 民进党还没盯上你啊 这第二个 所以时间点都不笼 再来我请问一下 如果说你2011年买了 那2013年你当总经理 你真的在台北 你需要一个落脚栖身的地方 那孩子有三个 原来住了又太小了 那你就应该好好在那边呢 你为什么要急着脱手 不对吧 你不是要那个地方 来做你休息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赔手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 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再来非常厉害就是说 他在这个 房屋交屋之前 他就先卖掉 所以怎么样 第一 所有权人名字不是他 已经卖给别人 第二 连变动登记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交屋钱我就卖掉 我为什么急着出手 为什么急着脱手 为什么赔200万都愿意 那个时候还没爆发出 这么多问题 还没有缠送的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要认赔杀出 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很奇怪 对 还有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在那个时间点 他家的女儿 出国留学去了 这一对夫妻很厉害 有别墅 有豪华农舍 有南港第一豪宅 两个小孩出国去 你认为这一个月生活费要多少 还有32张保单 然后告诉我们说 他是庶民 他告诉我们说 一碗这个乳肉饭 一瓶矿泉水 你不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吗 甚至于到今天 如果你真的是 事上苦人多的话 那我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 今天我也不晓得 黄光琴女士讲的是真的还是 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护卫团 大家自己出油脂出什么 你自己护卫 结果一嘴饭也吃不到 你如果没让人 伙食费也会 你这个也要叫记得苦人多吗 那你所谓的庶民 我再告诉各位 我普天之下 我没看过这种庶民 我告诉给各位 这个实在是太特权特权 特权之外的庶民了 怎么说呢 韩国瑜先生 三十几岁 黄复兴军系 所以因为军系的支持 他可以三届立委 他也当了议员 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就可以当立委 因为军系的支持 请问他是庶民啊 第二个 如果是庶民的话 失业十几年 然后呢 因为呢 这个老婆娘家 在地方很有势力 可能又因为张荣卫的关系 就当上了北农总经理 过去没有相关经验 失业十几年以后 北农总经理 一个月薪水十几万 加上特资费 媒体也讲了 一个月三十万 请问这是什么宿命 再第三个 再请问一下 居然可以 一坪土地租金八块钱 跟台当出土地 然后是贵族学校 学费多贵呢 大家帮他算了 注册费啊 学杂费啊 什么伙食费 喊不当当全部加起来 一学期要十万块 在云林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一坪八块钱的租金 然后是一个学期 十万块钱 全部加起来的学费 这样贵族学校 你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特权 你怎么租到便宜的土地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是庶民 你会办这样的 这种贵族学校 好 再来 第四个 再请教一下 又非常的奇怪 违法的农舍 居然已经是 大家注目的焦点 它可以顺利脱手的掉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庶民 你告诉是平常一般人做得到的吗 那你告诉说 莫忘事上苦人多 你说教育很重要 那教育很重要的结果是 你的教育预算 高雄市政府的教育预算 削减了还不打紧 这里面包括对 这个生障的 包括对特殊教育的 包括对低收入户的补助 你都减少 教育补助 请问一下 你真的顾念孩子吗 你真的有记得 世上苦人多这件事情吗 所以这个事情 只不过是让我们看出来 就是说 当他说自己是黑黑瘦瘦 说别人是白白胖胖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资历是很 白白胖胖 那个资产真的是 我觉得树应该是树木的树 就是金额树木很大的那种树民 那所以 但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是 当你什么卤肉饭 矿泉水 苦人多 一副庶民阶级 代言人的时候 却让我们看到 后面的 包括你的资金 不晓得怎么来 不晓得怎么去 你怎么负担这一切 包括这里面 有没有特权 有没有炒房 有没有很多的事宜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只看到你在台前 法相中间说 你是庶民 这样子庶民 当他一一被解决的时候 韩国瑜先生只用 谢谢两个字 那他的发言 讲的也没有办法 把来容去卖讲清楚 李嘉芬女士的闺蜜 这贵妇团 讲的时间点也不对 这庶民两个字 这个招牌 在这雄历的财富 财富背后底下 当他一被揭穿假命的时候 老说 庶民两个字 显得何其讽刺 孟琪我补充一句话 好来 您议也没关系 待会我们广告回来 会继续来讨论 包括妹妹姐 刚才讲到韩国瑜 这个庶民的树 不知道是树木的树 还是人家也说 有可能是别墅的树 我们广告之后 下段节目回来 再继续来讨论 回到节目现场 韩国瑜这块的庶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不过现在又有资深媒体人 爆料说韩国瑜的为人 真的就荡僧 很小气 黄光琴的脸书就发文说 韩国瑜夫妻党 这个政治献金的申报当中 有4000多万的财产 好那他的竞选总部 有时候一天就吃掉 六七百分的便当 结果跟着他出生入死的 护卫队志工 居然一口都没有吃到 而且油钱饭钱都没有补贴 很多人心寒离开了 现在走了三分之二了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明佑 这块的庶民你有看过吗 有人感觉我这双季 真的是庶民双季 我这双季 真的奉价 我刚才跟你说 吃到我的肩 我以前一股的心碎 吃便当就好了 吃便当 跟这个油钱 所以我是想说 如果他听起来 他还比我多一十八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我要讲 刚才明余议员讲得很好 庶民跟贵族 是看你的心灵层面 忽然间这个心灵层面 好像在讲韩国瑜一样 如果说他这个叫庶民的话 刚才帮他换算一下 七千两百万 可以换一百八十万碗的滷肉饭 四百八十万的矿泉水 哇这个加起来 如果他一碗滷肉饭 跟一碗矿泉水 他可以吃 像没有一百八十万人 高雄 一些人口都可以给他去吃 所以我可以说韩国瑜 这个事情打出来之后 加上光秦姐这样爆料 我必须良心讲 这个我到时候要替他讲话 因为我的志工比较少 我还应付得了他一餐饭 可能八十块的便当钱 可是志工多的时候 有时候是很难照顾的 但是比照财力的话 如果以财产来划分的话 他的财产是我的几十倍的 所以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光选举的这些财产 就是我几十倍了 那他去养这些人 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件事 要拿到不拿 不甘还是甘 这样而已 一般算计的人都很甘 还算去做钱也要帮忙 因为每次要帮你帮忙 你不可以跟他记住 但是他连油资都没帮帮 这件我觉得太过分了 然后再来一件事 刚才你说到豪宅的时候 光建造 建造 因为你头前落断的时候 你要去做的钱 再来就是高厨 高厨那时候你现在要专家 才来专家 但是光建造费2000万 2000万可以买我现在的家 但我现在是排财 排30年 大千多万 所以一般我们这些 叫做普通背心 我不喜欢用庶民贵族的原因 在这里 我们也很希望说 能够赚大钱发大财 但是我跟我老婆再怎么努力 我们在社会当中 已经是中等阶级了 我要养三个小孩 你说要再把他送出国 那不得了啊 那你要多少的收入啊 如果去换算一下 当2010年的2月28日 李嘉峰从一元变成平民 那加上他老公失业 好 如果说他有退休金的话 有军人退休金的话 这样补助下来 能应付一个月30万的贷款吗 这我个人倒是蛮大的一个疑虑啦 那如果说好 因为他有担任维多利亚的副董事长 那他收入是多少 能不能应付 如果把这些财产的这些来源 把它讲清楚 我倒觉得无所谓 我倒比较在意美美姐 刚才讲的那一部分 福伦社的社长是他的朋友 那那个高祖秘 也刚好是你的朋友 是闺蜜 对 然后一起就去买了这个房子 那怎么会知道一起要买这个房子呢 那所以福伦社那个社长就出来说 没有啦 他就是因为要来北农做总经理 社会生准备得好 我觉得韩国瑜真的很厉害 忽然间我觉得他神通广大 从2011年还2010年 就知道我2013年1月 要去就任北农的总经理 有得神通广大 算得很准 算得很准 这比我更厉害你知道吗 算命生气 不是普通的庶民 而且那时候房子都还没盖 是投资 都知道要去投资说 未来他要住的房子 而且卖的时候 你已经上任北农的总经理 那我好奇的是说 那小孩子出国 我上次问一下 我跟我老婆讨论说 孩子上出国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还算过 一个孩子想不到100万以上 只有我的孩子 100万一年 每年一百万 对啊 要100万以上 还交他的生花费 上去加拿大 想不到100万 我只派房贷 我就派到我们老婆说 我们现在生花已经 拼了一整个缸 又是三个孩子 那不得了 一个月开销 最不需要10万块 房贷加养小孩的费用 那以他们没工作的状况 议员又卸任 议员有退休金吗 我思考一下 有没有退休金呢 还是他们有经营什么副业呢 这些都应该告诉 全国老百姓 我觉得民意员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 他现在是要宣总统 要宣总统过去都会让他拿出来 那时候 因为怕冲英文的时候 国民党跟冲英文总统 他们家的资产也都拿出来边策了一次啊 那现在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说 他这个转单的过程怎么转啊 为什么愿意赔收两百万啊 如果依照限制 你继续留的时候 你那一般买房 你如果较聚的人都知道 我投资一个房闪的时候 我没可能 没缘没过 要拿出床 还去留两百万 转单给人 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 所以这到底 玄机在哪里 或许他这个有预知能力 也可以告诉我们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为什么韩国瑜 总统候选人 不敢面对媒体 他只会说谢谢 跟之前违建荣社一样 都不敢去面对的时候 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 转移话题 以他的策略就是这么 转移话题嘛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移转嘛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不喜欢用庶民或贵族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我们是民主时代 我们一般人 你会贪钱 有材料贪钱 你投资有方 用钱得到 你好好贏我们家的事情 我也跟你觉得 这样很好 很励志 但是 我们现在要知道 是说 这个中文的妹妹 各个都在哪里 因为你未来 有可能 会衰败这个国家 如果要衰败这个国家的时候 你会我们了解说 我当总统之后 我怎么去平衡 如果 这么投资有道 不用工作可以赚钱 那或许 报告一下总统 如果你有机会当总统 总统候选 你有机会当总统 我的卡费可不可以不要缴 如果依照你这样的想法的话 对啊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说你不用做工作 有钱拿得一个月 三十几万 还可以赚两千万的工程款 但是这些钱对得来 是捐赠还是赠予 有六岁吗 这些都要拿出来检验 你们当时 蔡英文总统 2015年16年怎么样 被你们鞭策 说到没有一堆好的 说到没说 他们家好业是一种罪格 我们现在没这样说 好业不是罪格 钱怎么来 是怎么投资 是怎么要赚钱 赚钱了钱 这些事情要让我们知道 是怎么赚钱 记者跟你赚钱 买家的人 说法跟记者去查证 都不如 我觉得这些事情 或许开一个记者会 就像之前王如璇的 君宅案一样 开个记者会 把流程说明清楚 一次讲清楚 以免说 大家误解 或许周刊写的 跟你的事实 有所出入 告诉社会大众 明佑你在讲的时候 这个明议员 一直在害逃 来议员 我们简单一分钟 回应一下 简单 第一个 上一段我要补充的是 每每讲说 这个韩国瑜 没有关心高雄的教育 说教育补助被减少 就说他的教育补助 被减少 我没有去做功课 但是我告诉你 会减少的 在我的逻辑里面 在议会 审议算里面 会减少一个原因 是名额被减少了 金额不会被减少 也许毕业了 也许他已经脱贫了 所以他不会说 我这个月 这次的预算 下一次把你减少 我故意把你减少 不会的 可能补助 或者是帮助的孩子减少了 这一定是名额变少 所以总额也会变得减少 可是明佑 我要讲的是说 身障的 特殊教育的 这些真的被减少 他们本来人口比例就少 那他人口比例 能够少到多少 他为什么被减少 教育补助不是只有身障 跟这个 不是说这个理念 当然这一项也被减少 那个只要预算书拿来翻叫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 我还没有看过 首长会把他单向的预算 说我今年要减少 除非他是滥用 或者是他 他没有办法执行 教育预算不会的 会减少一定是他 议员发现的 发现一定是他的补助对象 变减少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必须先呼吁一下 我现在已经很少上电视 尤其隔壁几台 一直邀我上 我因为不愿意上 原因是有很多 我心理层面没办法突破 我觉得我不想去背书 或去演戏 可是我愿意来民事的原因是 民事让我认为还是优质 而且可以让我畅所欲言 所以我希望拜托一下 我们在下标的时候 我刚才看到几个标 我都触目惊心 里面有标写到说什么 花天酒地 然后后面打个问号 然后富豪生活 打个问号 我希望是这样 我们言论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标就下什么 不要下那个标 跟我们在谈的过程中不一样 那个很麻烦 现在被网路截图很严重 万一是我的画面 下面又讲着他一个富豪生活 或者花天酒地 那应该是我的部分 我讲的部分的时候 所以都不好 你也没有讲花天酒地 你也没有杀富豪生活 那个不是我讲 那是韩国瑜自己讲的 所以我的意思 对对对 现在标你看 韩国瑜花天酒地住豪宅 虽然是打的是问号 我的希望是说 我们的标要精准一点点 因为我很担心 这会制造 我觉得我建议标 就直接打韩国瑜说 或者陈明义说 我过去花天酒地 找不到新的方向 这个好问题 我们要先进一段关 待会回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 台大的教授范老师的意见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范老师 对于这个韩市长 韩庶民买豪宅 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刚刚我们这个民意议员很善良 他说韩国瑜的意思是说 心里觉得自己是庶民 是心态 那就是 心里觉得自己是贵族 就是 那这样讲 我们全高雄人 全台湾人 心里觉得自己发大财 我们就都 发大财了 不能这样讲 可以哦 满足啊 知足就是负 我自己是 我们是教社会学的嘛 阶级有他的客观的定义 庶民这个词是 中国古代相对于贵族 庶民 那还有一个更低阶的贱民 对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也很生气 我就发说 如果韩国瑜是庶民 那我铁定是贱民啦 就网友就发了两小时 就一千个人 一千五百个按赞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贱民 但是我想 刚刚我们 休息的时间 我们那位那个工作人说 那我如果是贱民 那他是难民 那真的是 因为贱民 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个 固定的住的房子 如果还租屋的话 对不对 那真的是难民了 那可是我想 当然就是说 难民我们 至少我们不是难民 有国家的 那我想就说 这真的是 韩国瑜的问题啦 因为像我们平常 我都觉得我是中产阶级 因为我们知道客观上 台湾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约收入是四万五 那如果大学老师高于他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过得 比很多人好了 我从来不敢说 自己就是什么庶民 你这样子误用这个词汇嘛 那今天韩国瑜的问题 绝对不是 他能不能够买房 那当然可以买房嘛 郭台铭我们有骂他买房这件事情吗 没有人骂他有钱嘛 他最大的问题是 标示有误 表里不一 刻意误导 你刚刚讲说 那个民事 那个什么花天酒地 可能是新闻 让你胆战心惊 那我告诉民事就说 韩国瑜庶明 标示有误问号 刻意误导问号 表里不一问号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说 你明明不是这样 今天蔡英文 她的出身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她出身比较好 对不对 常常被人家酸什么大小姐 不知民间疾问 对那个清探号 蔡英文的批评 我都打清探号 但是问题是说 至少她没有装作 她是庶民 那她就是 就这件事情 她就认了嘛 有啦 没有啊 她说她18%没得领 她就不能做公益了 那那个是18%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时她 依法她可以领这个东西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批评不同 所以韩国瑜的问题 就是在于说 标示有误 表里不一 你说人家北漂青年要让大家回家 就你自己先当北漂了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心里很不爽嘛 那后来呢 我觉得她表里不一 就是她有那种讨好大家的嫌疑 她不是最近也被大家酸说 哦 你一下说你在哪里初恋 苗栗初恋 哪里去 发现全台湾都是她初恋的 初恋情人还真多 你初恋的地方 初恋只有一个嘛 初恋情人很多这个就有问题嘛 就是以我们来讲 你把这个名词让大家误导的 她的问题就是说 她说的后来我们发现不一样了 没错 所以你就是道德破产嘛 她的女朋友叫初恋 不是 你真是发言人员 单讲给她 不是我初恋的地方 初恋也不会一下 住高雄 一下住苗栗 一下住哪里 所以我今天po了这网友是说 她那个庶民的意思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别墅的庶啦 有很多栋 别墅的庶民 另外的网友说 那是叫做 富庶的人民 所以她叫庶民 所以她的名字就像你讲完 她的女朋友叫做初恋 所以我觉得那刚刚是开玩笑的 那我现在回来想想 就是说 我要帮韩国瑜做心理分析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庶民 他当时你去查新闻 他是在骂郭台铭 跟朱立伦的时候 想要凸显人家是权贵 他是庶民 你后来想想 朱立伦的身家 其实也还蛮普通的嘛 他是后来结婚结的好 那是一回事 他也是 他现在跟韩国瑜哪里不一样 就是说绝对不是财产 不是金钱 因为搞不好户头上 就是韩氏夫妇搞不好比他还高 所以他其实心里羡慕的是 朱立伦 郭台铭 都是比他更有权势的人 所以在国民党内部 他是个没有权势的人 所以他是庶民 所以我觉得只有用这个角度来形容 他才能够是庶民吧 因为他虽然有钱 不愁吃穿 但是他没有那个权利 就是说在社会地位上诠释 所以韩国瑜真的是 如果从这角度来讲 他非常渴望 在权力上 不要当个庶民 所以才会不断地选 那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就真的是道德破产 他讲的东西 最后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为了讨好选民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想要掀起某种对立 是对他有利的 可是最后他的 他的证件又跳票了 我刚讲那个北漂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问题 你要帮他辩护的话 要从这里来辩护 才能够让我们大家觉得 有一点说服力 不过也有南漂 他的青年发展局局长 是从台北到南部去 我必须这样讲 他创造 别人南漂 然后他自己北漂 我要告诉你 其实北漂相对是一种 用脚投票 因为他在地找不到工作 如果有南漂到高雄 相对的表示 高雄的就位机会提高了 我必须这样讲 总共好像 我记得是58位 我回应一下 我们刚刚漏掉一个议题 光琴有提到一个 护卫队这个部分 我必须跟观众朋友 做个说明 韩国瑜所有的 护卫队的志工 都是自己来的 而且他不是跟着韩国瑜走 他到每一个站 都是一群护卫队 那你看到穿蓝衣黄鞭的 这都他们自动自发 出钱出力 衣服都自己买 这都是事实 不是韩国瑜 没有给他们饭吃 他们根本不要吃饭 他们不用吃饭 他们根本不留下来吃饭 因为我跟他们相处很多次 他们都穿着战术裤 穿高筒皮鞋 他们有荣誉感 他们在做这个护卫 他们有荣誉感 如果今天说 他们肚子饿了 不给他们吃 我告诉你 当现场的主办单位 要打屁股 为什么 这些护卫队到现场 都不是跟他还围走的 我们在11月16号 我新庄总部跟韩国瑜成立 他本人要来 我们在安排这些过程中 我们就要考虑到工作人员 要给人家吃便当 可是韩粉自己来的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瓶矿泉水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大家说韩国瑜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过去在侯友谊选举的时候 有一群叫战警 新北战警 就是退休警察 出钱出力来做护卫 时间到走人 他认为我吃饭 是造成你负担 所以这件事情 光起没有说谎 他讲很多人没有吃饭 这是对的 可是有没有新韩离开 我不知道 但是就目前为止 就有人在讲说 那你看吧 你们新庄厂在运动公园 如果你们没有给他吃饭 没有餐盒 没有一按车 小猫两三只 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决定做两万只国旗 为什么韩国瑜 没有一块钱下来 做棋子做 我出 我出 我跟他的棋子我出 我跟他反复我出 我告诉你 不要认为只有钱才可以办事 我的对手现在募款 已经好几千万入账 我告诉你 有钱是包袱 绝对不是资产 所以今天大家这样讲 韩国瑜如果有钱 不给他的随护 或不给他身边的人 那这个人不道德 我会谴责他 我会骂他 如果是随护 或是跟着他走的 可是在现场韩国瑜到 你看到我那边 半个小时演讲就走人 不要说吃饭了 有的时候连喝水尿尿 都没有时间 我讲的是真的 所以这件事情 光其实没有说谎 但是解释的角度 有稍稍苛责了 那我这样来 不是把韩国瑜解释 我把实况告诉观众朋友 真的是这样 他的护卫队 每一个人精神抖擞 自己买衣服 自己做战术库 自己穿高筒皮鞋 他觉得是一种荣耀 那有没有走了三分之二 没有 就我所知道没有 那这个三分之二 我可以告诉你 没办法统计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护卫队不是一群人 是很多很多 然后在每个角度 你说衣服自己买 其实那是可以计算的 如果要当个护卫队 不可能随便再来护卫 我告诉你 他的护卫队 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 他在北中南 各个地方都有 那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有计程车司机 我在泡那边跟他们聊天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特种部队 我说你们比我 还更像特种部队 他们有一种荣耀感 他认为这个对象 是值得我这么做的 所以我今天坐在这边 跟观众朋友在分享这些东西 据实已告 前一段的财产的问题 那些问题 我们就用数字 用检验的方式 OK的 但是不能用抽象的评估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讲说 那个标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live直播 我们是live直播 我们在讲话过程中 我讲话速度这么快 没有办法打字幕 可是看到的字幕是这样 就会看到沉密的画面 跟下面的部分是 我在讲 你看又喊你夫妻过富豪生活 然后又是贵族 真的还蛮富豪的 大家会知道你在辩护 你自己讲一下 你刚才说计人车去当护卫队 以照你现在看到的新闻就好 还有他过去 他才政治现金这部分 这不是富豪跟贫命吗 我认为 如果要讲富跟豪 我会在乎豪 不会在乎富 富不是罪过 豪 奢豪是罪过 不要忘了 我还没有求证 因为我还不是立法委员 蔡英文的这个 寓储六万块 当初说他自己出的 你请一个人 特别为你煮饭 你要吃的东西 可以不是不可以 对总统好一点OK 但是你要讲清楚 如果是政府出的 那你就骗人 政府帮你出六万 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一个总统 给他吃好 住好保护他 任何一个人当总统 我都觉得应该的 可是不能骗人 刚才我讲的那一段 也不是乱讲 他今天拿18% 骂18% 这才是我谴责他的地方 如果拿18% 没有罪过 他本来就该拿18% 可是他拿了18% 骂18% 被人家吐槽 你自己领18% 你怎么骂人家 他说那我不要领了 我捐出去 他有没有捐他没有 他是放弃18% 他后面还补了一句话 那我以后就不能做公益了 那我要提醒你 去年的时候 黄光晴就出来讲 当时李嘉峰说 要做公益的部分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那还有板税的部分 那个要怎么处理 我现在这样讲 其实这些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说 你说的没错 富跟豪 一定要分开来看 如果说 这么事前如命的话 那到底 他这些政治现金 他应该是当时 要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没有我们两个 可以用一个标准 可能做得不够好 但是他不是没有做 他捐出去已经清澈 捐了多少 好像是一两千万 那是后来媒体开始 在追 所以光晴 在做了一个大好事 所以媒体监督做一件事 你做得不够 你做得不够好 所以他继续捐 可是我现在回头来 现在所有的媒体 跟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在监督在野党 没有在监督执政党 大家一起监督 韩国瑜做得好不好 真的要交由选民来检验 有关于韩国瑜市长 包括这开的支票 还有他是不是 真的是庶民的生活 我们下段 下段节目回来 再继续回来讨论 再继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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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回来